最近有看过微博热搜的人,肯定会知道马亦欲跟文章都上热搜了,已经是离婚出场了,两个人只说是和平分手的,在五年前马亦欲再怀二胎的时候,文章就出轨了。 女方选择原谅,在两人宣布离婚前一天,文章还为女儿的敬赛没有睡觉,虽然两个人离婚了,但是作为父亲的话,她看起来好像是不错的。 她们也是静静地发了一些说明,平淡地分开了,那也是在两个人宣布离婚之后,有透露过两个人之间,离婚是因为在交流的问题,一直都得不到很好的解决,所以两人也就这样算了。 那她们两个离婚的话,肯定会牵扯到两个女儿的抚养权,据说,现在是住在伊犁妈妈这边,由她们照料着。 虽然她们的爸妈已经是离婚了,可是两个人对于孩子的关爱,还是没有削弱的,因为两个女儿的话,现在年纪还是比较小的。 其实跟着女方这边生活的话,会比较好一些,长大一点之,后可以回到父亲这边生活,因为毕竟是女孩子在长大一些,会有些父亲不能教导的事情,这样子会更利于她们生活。 而让人不能理解的就是,在离婚之后,文章很快就删除当初的一些道歉信,就是她出轨的时候发的道歉信,但是女方的还在。